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最近慎窮到樹葉都落 究竟發生甚麼事? 根據他所說 截至今年底之前 世衛組織需要額外17億美元來應付抗疫工作 但至今仍欠了13億美元 現在世衛的工作 包括向全球提供技術和物流支援 特別是醫療系統脆弱的國家 而這17億美元只是針對世衛用於抗疫支出 都未包括其他開支 全球需要前所未有團結才能擊敗病毒 13億美元折合100億港元 到底世衛組織需要那麼多錢用到哪裏? 世衛組織長年都被人救病的一件事 就是他們的財政完全做不到公開透明 到底你那盤數是用到哪裏? 能不能夠很詳細地將那些細項向全世界交代? 早前陳馮富珍擔任總幹事的年代 曾經被揭發過 世衛組織的高級官員 每當他出差的時候 總是窮車極似 包括坐飛機就要坐頭等艙 去到目的地的國家又要入住總統套房 反正每年出差的洗費開支 更多於主要的公共衛生項目 到底你是搞衛生還是搞旅遊? 更何況就是早前已經有報道說了 說中國已經繳納了本年度的餘下會費 那裏都有3億3600萬美金 另外再加多5000萬的無償捐款 那為何你仍然有13億美元的缺口呢? 那些錢到底去了哪裏? 可不可以向全世界公開交代呢? 當然你是不用向香港人交代的 好在香港就不是世衛組織的其中一員 否則那些錢就真的使得冤枉了極了 美國總統特朗普聽到這個消息以後 當然他就拒絕諾答 之前美國捐了那麼多錢給世衛組織 還做不夠這個冤大頭、做不夠老襯嗎? 特朗普怎樣說呢? 他就說世衛組織就像中國的傀儡一樣 總之中國做每一件事他們都讚好 世衛從中國那裏拿到3800萬美元而已 但從美國就拿了4億5000萬 在世衛資金問題上 美國將會公佈一個永久的做法 可能就是永久取消捐款 可能美國將會成立一個新的組織 取代世衛 因為目前有些共和黨籍的參議員 已經準備在參議院那裡提案 就說要成立一個組織替代世衛 而且準備邀請一些美國在歐洲方面的盟友參加 但到最終能否成事就未知之數了 因為很多歐洲領袖 似乎就不想在目前疫情還未解決之際 就去清算這個世衛組織 反正美國就說明不會捐錢給你 所以那13億美元的缺口 你譚德塞總幹事就自己去找辦法填藤了 實際特朗普不捐款給世衛組織 絕對是值得一讚的 因為那些錢都不是從他的口袋裡捐出去 那些錢都是屬於美國的納稅人 他必定是要對那些納稅人負責的 說起捐錢 我們香港特區政府就曾經做過一次的大老襯 當年四川民村大地震 當時又說要血龍於水如何如何 搞到在香港的立法會那時候 總共撥捐了90億港元給四川省的政府 又說要支援當地的重建 而香港的馬會也是吐了10億出來 加起來已經是100億了 這筆錢最終用到哪裡呢? 毫無監管的 根本上你就是捐了上去 然後就任他們自己用 到底有多少錢真真正正落到那些災民手上呢? 有多少錢真真正正是用在投放支援災民身上呢? 而又有多少錢落到那些貪官污吏的手中呢? 到底你特區政府有沒有一個責任來監督呢? 原來是沒有的 根本上你就任他們來亂用的 這些情況比壓住搶還差 你那些特區政府的高官、費官、容官 在自己的那份量撕一些出來捐 這樣就沒有人出聲 因為這是你自己個人的選擇 但是那時候你是在用納稅人的錢 去捐給大陸的政府 然後用到哪裡? 你也是一無所知的 你也是蒙茶茶的 你能夠監督得到嗎? 你能夠使得那些立法會議員 想四川那裡監督嗎? 建了什麼出來? 有沒有圖片?有沒有照片?有沒有影片? 很離譜的 現在已經十年了 你說多麼冤枉? 所以你說特朗普不捐錢給世衛組織 絕對就做得好 捐錢給那些爛坦去遊浮嗎?去旅行嗎? 對不對? 花那麼多錢你又不是第一線的醫療人員 你下去幫人打針嗎? 你下去診治嗎? 你下去游浮而已嘛 至於美國目前四戰齊法 又要催促中國政府 要認真地執行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根據特朗普所說 他說目前中美關係處於艱難的狀態 因為他對於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的將來表示懷疑 即是說連特朗普自己本人都不能夠確定 究竟中國會否借著疫情走數 兩千億美元的貨品和服務 中國是否夠錢買的 看目前的走勢 似乎就認真不樂觀 由於疫情爆發的關係 中國第一年本來應該增加購買767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和服務 現在的目標大落後 今年頭四個月中國從美國的進口 比起去年的同期還要下降了5.9% 即是說中國如果要達成767億美元的目標 接下來這八個月 由五月到十二月 你就要不停地加大貿易額才行 否則你哪會進口得及 你現在頭四個月比去年還差 你怎麼提升貿易額呢 七百六十七億美元 是不是呢 所以難怪特朗普會懷疑中國會否走數 你看他的數字似乎達不到標 多於達到標 只是對於農產品是有買的 農產品方面因為中國本身是有需求的 至於其他承諾了的 比如說飛機等等 九成九現在還未曾買 否則總會跌至5.9% 根據首階段的貿易協議指出 中美兩國之間每半年就要舉行一次會議 來確認一下到底執行的情況是怎樣 目前就有消息傳出 這個會議將會提前舉行 下星期就會開 中國方面的代表就是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至於美國的代表就是貿易代表萊特希澤 特朗普就說會在下星期向媒體交代 到底他本人是否滿意中美貿易協議落實的進展 好了 到底美國有甚麼符筆 有甚麼黃牌 來築促中國真正進行貿易協議 而不是走數呢 其實就有四大黃牌 所以為甚麼說他四戰齊法就是這個意思 第一就是這個疫情 美國率先搞追責索賠的行動 所有事情都是美國先提出的 其他歐洲國家甚至乎非洲國家尼日利亞 全部都是跟對的 特朗普在上星期就曾經說過 追責索賠最終極的行動就是要向中國加徵懲罰性關稅 所以到最後其實都是要走回貿易 至於有些說法就說 到底會不會凍結中國現在所守持著1.0多萬億的美債呢? 我相信就不會謀言這樣做的 因為這些美債就牙齒當金洗的 一旦無厘頭去凍結他的話 就變成了對於信用上是有很大的損害的 我相信美國不會這樣做 因為這樣就等同於幫美債自己拆招牌而已 第二張黃牌是甚麼呢?就是台灣問題了 大家都可以看到 尤其是共和黨籍的那些參議員和眾議員 就非常活躍於協助台灣要重返這個世衛組織 也同時之間有敦促這個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 叫他去邀請台灣出席即將舉行的世衛年度大會 而且美軍也曾經派出戰艦在台海中線遊走 來牽制著中國 第三張黃牌就是香港問題了 昨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說 國務院有關香港的年度報告將會推遲公佈 因為要等中國兩會舉行 看看在兩會期間會否有新的措施出台 會損害得到香港的一國兩制 當然這就是門面的原因 還有一個很大的潛在因素 就是要等到下星期劉鶴和萊澤希特在談完第一次的會議 去檢討一下到底這個貿易協議執行的情況是怎樣 他才會再有所反應 到底是會更強硬還是怎樣 就看下星期這一通的電話 第四張黃牌是什麼呢?就是南海問題 大家知道了 中博又使遼寧號的艇仔去南海那裡 爬文爬武 而隨著美軍的疫情開始緩和的時候 那些航空母艦或者其他戰艦 就開始重返西太平洋地區了 而且美國國防部曾經說過 就說要維持區內的商業和航行自由 擺明就是要在南海那裡牽制中國 所以有這四大黃牌 在四戰齊法之下 到底能不能夠督促得到中國不去走數呢? 如果中國真的選擇走數或者不達標的話 我相信 接下來香港問題的這張黃牌 美國將會使出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